这颗红五基在三月份的时候进行的高压防止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六月份分株种植 用的同样的土同样的水 今天来看看现在的样子 分株下来的部分长势很好 颜色比较红 尽管只是小苗还是有一定的观赏性 再看母本 母本的叶片颜色灰暗 长势也不好 因为母本放在了光照较少的地方 而高压下来的部分种在光照较多的地方 光照的差异导致了长势的不同 经过修剪后可以明显的看出 养了半年的母本基本没有生长 因为摆放的环境略有不同 长势就有着明显的区别 没有按照植物所需的环境养护 就白白浪费了半年的时间 所以在养护的过程中一定要多观察 也可以不时调换环境 看在什么条件下生长最好就养在什么地方 希望你的棚井可以养得越来越好 我是李向璐 我们下周一 再见 刚买回来一棵老鸭市 本来树上有八个果 运输途中掉了七个 现在就剩下独苗一个了 为了好浇水 上好盆铺上了水苔 这棵树的造型比较规矩 没有明显的方向性 我先剪掉不要的枝条 想把构图再调整一下 还有运输过程中 受伤的小枝也剪掉 枝条上已经形成了花芽 我尽量保留枝条 希望来年可以开花结果 老鸭市粗一点的枝条比较脆 造型的幅度也不干太大 小枝就柔软很多 让好铝线调整完大体造型后 继续调整细节 枝条饱满的棚井 制作起来比较费时间 不过对于爱好者来说 花几个小时去面对一棵树桩 也是比较正常的 基本的造型完成后 找到了方向和规律 等下一次造型 小枝再多一些 再用小枝来打破规律 就成型了 好了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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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